喂喂喂!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个系列 猫猫关系的第三集 上集我们学会了如何分辨猫猫之间是好朋友 有冲突还是纯粹的同居关系 今集我们会看看猫猫之间为什么会发生冲突 还有最重要的是有什么方法可以预获 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 猫狗动物街会以科研学术的角度分享有关动物的题材 如果想知道更多与动物相处的知识 想对他们有更多理解的话就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集内容我们都是根据同一份AAFP制定的指引 猫猫紧张关系指引 为什么猫猫之间会相处不来呢 指引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 叫做健康猫猫社群五大之犬 到转来看 五大之犬只要拿着事打的火头 猫猫之间就会有机会出事 那五个因素 泰国教科书 feel 我就不在这里详细讲 交给大家自己看原文 出事的原因 如果我用一只字去归纳 就是有竞争和没得选 引起竞争来说 资源分配出事变相就要争 或者不想见到都要迫着见 那就会出事 资源说的是地盘 食物 水 猫沙盆 玩具 你的爱 想到的呢 他有需要 想要 若有得争的东西 都应该要包在里面 分配出事可以是数量 和最容易被忽略的是摆位 数量不足 资源太少 那就要争 争起上来 就起晒 这些东西 就谁都知道 以摆位来说 例如把猫猫的饭盆 放在一起 那就会逼本身关系 麻麻的猫 都要近距来接触 试想像一下 大家去吃茶几 面对面和人搭桌 哇 还要是一张卡位 不止对面那位是搭桌 连你隔壁也是要搭桌 你说一起坐的 是俊仔俊女就说无所谓 这样想起来 是不是都觉得 保持距离会好些呢 再举一个例子 若然你用马桶 都要看一看仇人的面色 或者要经过仇人的地盘 可能闻到一股脏 才可以过去的 嘩 让我也忍一下 或者随便找个地方先 喂喂喂 我知道你想错的 这个用乙猫法说 我真人是不会乱那么饿 所以就会发生 早两集说的 关系不好的时候 家里养的猫猫 就有机会会见到 他们的饮食改变 或者会有周围排泄的闻出现 猫猫和很多动物一样 都是需要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也都希望可以掌控到自己的地盘 这些空间呢 不单只是说他们睡觉的床 还是他们整个活动的范围 那些东西如果乱放 地盘分得不好 那就会令到他们要争 说到没得选 香港是一个这么民主自由的社会呢 我相信大家都会很明白 自由选择的组成 之前的杂数都说过 猫猫就不一定要和猫之间有社交 比较自然的情况呢 应该是猫猫自己选择 和其他猫接触 或者和哪只猫接触 在外国文化不同呢 譬如英国啦 他们住屋呢 很多时候会放养猫猫自己走出街 到时到后呢 那些猫猫就会自己走回来 有时三几天呢 猫猫没有了应 他们都不会觉得有问题 很多时候住在一个社区里面呢 那些猫呢 就会周围走去不同鄰居的屋里面 那些鄰居都会知道 那只猫呢 是在那个社区里面 但是 他们就未必分到是哪个鄰居 拆开得有点远 那我想说的是 在这个环境之下呢 其实如果他们的猫猫呢 和自己家里的猫呢 是不合牙的话呢 他们是可以选择出街去避开 但是这件事呢 在香港的环境就很难发生 始终的活动范围呢 都是要在家里面 就算猫猫不合牙都好呢 未必有足够的空间 可以分隔开他们 变成呢 就会逼他们呢 是很大的机会 会经常去见面 不然会处理得不好的话 就会好像线风点火那样 令本身都关系不得好的猫猫呢 火药味更重 讲完猫猫之间 有什么原因会发生冲突 那我们就和我们讲 怎样园房了 资源怎样才叫救呢 通常呢 就是最少要有 N加1 即是如果养两只猫猫 就要有三份资源 包括水盗 猫沙盆 玩具 之类 这个N加1定律呢 就是在不同的指引都会见到的 那就是有一些研究就做过出来 就发现 资源分配 就是要根据这个N加1定律 就会令到那些猫猫之间的冲突 或者它欠资源的机会就会小很多 就适用于是 养多个一只猫猫的车 分散资源 那那份指引就有详细到 有详细到 有怎样分猫猫的核心地盘 就是他们睡觉吃饭的位置 是怎样分配资源的摆位 餵食的时候就把他们分开不同的地方 最好就是互相看不到对方的位置 那如果地方不大又没有位置分开的话 最起码就用些东西隔开他们 就算是用一块纸板或者纸皮箱隔一隔 都比没有好 想起刚才搭桌的比喻来说 譬如早几年疫情的时候 我们出街吃饭的时候 中间会有一块板隔一隔 搭桌吃饭都会安心点 那猫猫来说 他就会没那么怕被人喉咬自己的食物 那就会吃得安心点 刚才说猫猫需要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那家里有多些高位 那可以让猫猫堆高下观察自己的地 例如一些猫的跳台或者一些柜顶都可以 另外都要有一些被他们可以躲在身处 一些暗些的位置 当他们想选不去和其他猫或者人互动的时候 就有地方可以让他们躲在身处 留意这些位置或者设施 其实都是一些资源 数量和摆位都要想过度过 有一个重要的位置是 这些位置都要有两个出入口 记不记得上一集 猫猫有时候会拦住其他猫的出入口 如果只有一个出入口 被另一只猫拦住 那就糟了 那份指引就说 每天最少和猫猫玩一至两次 每次五至十五分钟 就将他们的精力 可以由猫猫变成玩门骨 如果两只猫猫都不太努力 那就和他们分开玩了 最后一点就是 如果刚刚开始养一只猫猫 一开始带他回家的时间 有些步骤可以跟着做 AAFP也有写一些很详细的指引和攻略 讲解如何去循序跌进 介绍新猫猫给旧猫猫有意识 那我就不多说 有需要就自己找回来看 概括以上来说 这些方法都是主人要有适当的介入去维持秩序 那猫猫的关系就会比较和谐些 不是说打、骂、命令那些 跟小猫猫真的要很细心地留意自己猫猫的性格 而且要花点心思去想想如何教 或者用引导就可能贴切些 那如果两只猫猫之间相处得不好 就不要逼他们互动 反而适当地去隔开他们 包括是他们的视线 欸!别让我看不到啊! 不是忍不住,又伸多东西 而且对猫来说 之前不是说冲突最多 他们就是会互相背着对方 那其实如果我们找东西隔开他们的视线 他们不能互相背的时候 那我们的角色就好像拉着他们 不能打架那样 那可能打架自己家的猫猫 面对面团台吃饭都没问题啊! 平时抱头抱脚的啊! 好朋友的啊! 用不用都要找东西隔开他们啊! 我就觉得如果很肯定 他们本身都习惯到这种 这么近的互动 而且是相处得好好的话 那是没有必要做这些所谓的预防措施的 不过如果你忍不忍呢 都可以试下模仿 那或者试完他们再开心点 那可能指引呢 都是给个方向大家 每只猫都是独特的 这件事呢就交给大家 指引叛乱吧! 我们一年三集的猫猫关系系列 来到这里就完结束了 我们由怎样分他们是玩还是打 到怎样看穿他们的真正关系 再到今天拆解冲突背后的火头 和学会怎样去避免 希望这个系列可以帮到各位猫脑 本身其实呢 就想着一集都讲完了 谁知道最后呢 就分了三集合起来 十几分钟其实呢 都讲不了很多 有兴趣呢 大家就用下视频的连续 去找回那份概念来看 有需要的话 家里的猫猫打架 真的搞不定 那就真的要找专业人士帮忙 这次我们真的发现 很多猫脑看完 第一集和第二集 都真的说正的 多谢大家支持 给我们十几分钟 到现在呢 有过万分钟 希望呢 可以继续找到 一些有趣的主题分享给大家 那大家有什么题材 有兴趣呢 可以在留言区那里 告诉我们知道 交流一下嘛 那其实我真的 不是很清楚大家的口味 一讲戒拉 我自己就觉得很闷 我自己就喜欢说一些 研究东西多些 但是看反应 大家似乎 就很喜欢看戒拉 无论如何都好 大家有什么题材 有兴趣的话 那就告诉我 那好 记得赞、分享、订阅 再见